老虎报恩 从前有个懂得针灸的医生 因为行山路遇到贼 被贼追入深山之后 转来转去都不见有条村有个人 他望着天就快黑了 如果碰着老虎或者狼 还不有命的 他正在着急 没多远 见有两个很强壮的男人走过来 很有礼貌地问医生 请问你做哪一行的 为什么来到这里 医生就说 我是针灸医生 因为遇见了贼 被他追到我来这里 现在我也不懂路出山 原来你是医生 那好吧 我们是两兄弟 我叫班爪 他叫班牙 我们就在前面那间石屋住 如果你不嫌疑我们家窮 就去住一晚 我们还有些事想请你帮忙 那个医生正在担心没有地方过夜 所以就跟着这两兄弟来到山边那间石屋 这间石屋没有灯的 这两兄弟只是点着几枝虫柴来当灯 那些火光一下一下一下 医生看见这两个人眼光闪闪 阔口大鼻 那个样子好得人怕 不知道是不是坏人来 突然间他听见有人闪到哑哑声 原来屋角那边有个派妇 躺在那里 看他好像很辛苦 于是医生就走过去问他 阿婆 你哪里不舒服 那个叫斑牙的就走过来说 她是我妈 她嘴边生了两个大楼 痛得抹不开口 吃不了东西 医生你和我医一下她 医生看真一下 白衣婆嘴边 真的有个大楼 就说了 医得好 于是 她在一个随身药袋里 拿了一支银针出来 找好穴位 就和白衣婆 针灸起来 不用多久 治疗完了 医生就对他们说了 行了 明天就好了 那两兄弟听 牵手这么说 非常高兴 马上烧了鹿肉 请他吃 只不过没有酒喝 亦没有饭吃 这也不要紧 医生又饿又累 他三爬两脯 就吃完了 老肉 然后就躲下 睡着了 第二天 天还没光 医生就醒了 他问白衣婆 好不好点 原来 那两个大楼 已经穿了 流了很多 浓浓血血出来 医生就和他 抹干净了 敷了一些药散 告诉他们 现在好了 没事的了 接着 医生就向他们告别 那两兄弟 就送医生下山 还送了 很多鹿肉给他 从此之后 医生再没见过他们了 过了几年 有一次 医生入山办事 谁知 在山路上 走走走 遇见五六只狼 这只狼 抹大个口 想会人 顶了 医生放了 他大叫 救命啊 救命啊 这只深山大嶺 哪会有人来赶狼啊 眼看着几只狼 喝喝声扑过来 举心心想 糟了 这次实在没命啊 正在这个紧急关头 突然间 湿湿 两只老虎 在树林里飘了出来 哇 那几只狼 一见有老虎来 当堂走隔不透 医生又想了 哎呀 死了 没了浪是有老虎 都是一样死的 反正都是死了 不如眉上双眼等 好个眼光光 看着老虎 扑过来咬啊 于是 医生 刚才眉上双眼 躺下等死了 啊 怎料过了一阵 什么动静都没了 他眉大双眼一看 咯 原来两只老虎都走了 医生 快点爬起身 顶顶神 立刻就走了 谁知 他都没走得多远 就见到 有个白依婆走过来 他对着医生说 医生啊 你不认得我了吗 我就是住在石屋那个生楼的白依婆呢 那时候是你医好我的 我都还没好好多谢你呢 今天这么巧 去我家休息一下啦 啊 白依婆 带医生 带医生 带医生回一间石屋 拿了很多好东西给他吃 医生就问他了 哎呀 阿婆呀 你那两个儿子呢 那白依婆就说了 哎呀 他两个 不是去接你的 可能走错路 等一会儿他就会回来的啦 那医生因为被狼弄得很辛苦 觉得很累 所以他一吃完东西就睡着了 他一直睡到翌日的天亮大白 等他抹开双眼一看 咦 那间石屋不见了 再看一看 山边的大石上面 趴着一只大老虎 正在那儿睡到脚的一声 咦 老虎的嘴角里 还有两个儿子 哎呀 医生到那时候才明白 班牙班爪这两兄弟 和他们的妈妈 原来都是大老虎 医生啊 那时候不敢惊动他们啦 快点静悄悄走开就算了 小朋友 这段古代动物故事 当然不是真的啦 不过 老虎这样报恩的做法 你说 对不对啊 啊 需要 练习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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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